好的 我们现在是进入到了蓝图Frey的车内 今天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蓝图Frey的一个内饰的一些设定 首先呢 其实我们迎面的这三块12.3英寸大屏 是这个车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层子 不光是尺寸子多大 然后其实它还有一个特别的设定 就是它这三块屏可以升降 我们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里有一个按键在档杆总测 点一下以后 它的屏幕会 好 整个缩小 然后会细屏 整个设定也会进入这个极简的状态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开车的时候开起来一些迎币模式 它会 所以你打开车它就会 就会是自动的升起的状态 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设定 现在大家都在做一些细节 像是未来的Nomi 这种比较有趣的一些东西 但是蓝图作为一个后来者 他也把自己的屏幕下了文章 这个很有特点 包括上面这有一个摄像头 大家可以看到 说指的这个地方 在未来上它是个Nomi的位置 这里面它也是一个车内的摄像头 支持一些车内的交互之类的 再来看一些其他地方 像材质啊 我比较喜欢这个方向盘 方向盘上用的是一些 金属纹路的 金属材质的一个方向盘整个的调整 我觉得精致感做的很足的 比那些用一种亮面的镀铬 要强很多 这种材质的精致感做的还是很棒的 像奔驰啊 宝马上都会用到这种的方向盘 整体的精致感会更棒 包括这个平底的设定 也很运动的 然后整个音响系统用的是单打音响 单打已经是音响界的大男 在车上搭载 还是很有诚意的 再有一些材质 整个大面积的皮质的包袱 可以看一下近一点的 这个座椅整体的柔软度还是做得很棒的 这上面也是有一些 三毛皮的一个设定 整体的豪华感 我觉得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目前来说的这个车 是属于造势新势里面的新势力 但是它是有一个东风集团的一个背书 我觉得目前来看这个车 在豪华感营造上面还是比较到位的 这些细节还是可以看出来 蓝图是下了功夫了 如果感兴趣 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一个了解 OK 这就是蓝图FRAID的一个内饰的讲解